师父每日佛言佛语 度人度己 佛陀曾经教诫 在家居士应有受持读诵 为人演说的义务 所以我们学佛人 必须要有持戒 念经和帮助众生的责任 经常能够劝众生 让他相信 不令他堕入恶道 这也是佛陀当年提倡的 所以在家菩萨行 能随处为众生说法 所以虽然我们没出家 我们照样可以度人 当我们度众生时 会和众生有更多的感化优势 和共同的体悟 在行佛道中 能帮助众生 就是同体大悲 学会赞叹别人弘法 学会尊敬别人说法 你就是在依法 你就是在依法和处在正信正念中 人身难得 今已得 借甲修真 本性生 佛法难闻 今已闻 慈悲喜舍 寻佛根 心灵法门 主要是帮助众生 解脱开悟 普度教化 一边修行 一边弘法 先从行善 放生 许愿 念经开始 培养众生的慈悲心 弘法路上 每一分的付出 都会给你心中的魔尼珠 添加光彩 照亮你虔诚的黑暗 因为你心中有佛光 首先照亮了自己 同时也能照亮无数的修行人 如果一个人 连自身的魔尼珠都没有点亮 在红尘的茫茫黑夜中 首先看不清路的就是自己 修心实践是根本 规范言行世界根 魔尼宝珠藏在心 千家万户 见本性 修心要有平等心 而且要有一颗与众生一起解脱的菩提心 学佛人 不管是自度还是度人 能够得到的都是未来学佛解脱之道 常赞参叹 常参叹菩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